接下来中国电影报道继续为您独家推出 中国电影新力量系列访谈 聚焦广大青年电影创作者的光影梦想 今天我们聆听青年演员王俊凯的电影梦 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少年志则国志 好好地去学习 然后将来带有更好的作品带给大家 少年强则国强 把这个自己的作品做到更加的优秀 让大家看到我们中国电影的一个发展 王俊凯做客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讲述他的心得品会 其实你是童星 小小年纪就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几万千宠爱于一身 但是我看到你一直保持一个 非常谦逊的一个姿态 最近在看到你参加一些节目的时候 你完全把自己是当成一个新的演员 来看待的 大家好 我是北电大一新生王俊凯 之前《长城》应该算是你的第一部 大一幕的作品 那个电影有很多很多 值得学习的优秀的前辈 你是怎么样跟他们合作的 导演对我的一些指导这样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学习机会 当时也是因为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才觉得表演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艺术 我从之前对于表演是一个娱乐载体感觉是一个 但是那次之后就觉得表演电影 其实是一个充满敬畏的一个艺术 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我觉得会为他去奋斗 你说到好好学习 我们知道你在北电是出行率非常高的 你现在这么炙手可热这么火 邀约不断 那你为了能够在学校读书 其实肯定也是推掉了很多的活动的 其实我还是比较珍惜在学校上课的机会的 因为毕竟上了一个这个学校 我觉得就是需要在里面好好地去沉淀自己 就是希望能够去学到一点东西 那就是所以还是当时还是以学习为主 会在学校多一点的一些上课 可能会对自己的一些表演会有帮助 如果我们从前面记忆 会赔到20年前 最新的作品《解忧杂货店》 应该说是你第一次真正挑大梁的大一幕作品了 会有一点点压力吗 会有一点点压力 《小波》这个人物其实也是 跟我生活是一点都不贴近的一个人物 对 所以为了就是找准这个人物 还是去看了一些小波 就是类似小波这种 在福利院长大的一些小孩的一些纪录片 还有就是去针对剧本 去跟表演老师导演一起做探讨 要怎么去更加贴近这样一个人物 所以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准备的过程 真正开始拍摄的时候 你是不是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 就很有底气了 这个东西就是在无形无影之中 就会形成一种意识 就会你突然觉得 沃尔院的小孩 突然觉得他拿东西是这样一个动作 像你说的 尝试表演 然后开始爱上表演的 那你现在怎么理解演员这两个字 就像我们北京电影学院的三人民理念 就是向人民学习 为人民服务 做人民的艺术家 对 我觉得只要就是你的一个人物 是从一个人的角度去 从人民的根本观念去触发的话 这样的一个作品 是能够给大家所接受的一个作品 因为你是很多青少年心中的偶像了 你想怎么样 未来更好地发挥偶像的作用 我觉得一方面 我觉得就是要做自己的事情 就是要专注于 做自己的一些专业上的一些练习 就是让大家能够感受到 就是不管是做演员也好 还是做音乐也好 都是一种 就是那种精神 是在里边的 对 就像来这里学习一样 自己现在就需要 努力去提高学养 涵养 修养 不忘初心将赤子之心 真切地落实到行动上 展现积极正面的青春风貌 带来服务于民的优质作品 我觉得就是偶像就是 以这样的方式去带动大家 去做到一个良好的一个影响 包括我自己也成立了一个 那个欢乐梦想基金会 也是想去更多地帮助到大家 希望大家也能够关注到 更多需要关注的一些群体 这次参加中国电影 新力量论坛有什么样的感受 也深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 要好好地去对待所有的一些作品 希望拿自己的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去把自己的作品做到更加的优秀 让大家看到我们中国电影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就是速度是非常的壮大的 那作为新的力量吧 有什么新的目标吗 我的目标就比较简单 就是首先就是要学好表演 就是为了自己的 因为它这样一条路其实是很长很长远的条路 所以说一定要打好基础 就是能够让大家记住我演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这是我的电影 也许没有永远不变 此刻我从昨天毕业